那么中共军事近期以来 频频飞进我的防空识别区 这个你说它是挑衅太过沉重 但是它有一些试探的异味 首先我想强调 所谓的防空识别区 英文的简写是ADIZ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那么这个ADIZ在国际法上 是不被承认的 它不是我们的领空 领空是我的领路和领海的上面 那么ADIZ在国际法上是不被承认的 所以严格所起来 任何的飞行器可以经过这里飞行 但是既然有识别两个字 你可以上去 你可以去问它 请你表明身份 请问你的来意 所以在前面的通话里面 我们听到了共军的飞机说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表明了身份 第二他说我在正常飞行 他已经进到了他应有的义务 我们不要太情绪化 你知道吗 这个ADIZ是国际法不承认的 我想不要误会 否则我看有些媒体说 共军侵入我领空 这就会制造很大的误会跟对立 这是不好的 那么其次我想说 这个飞机飞到上 飞到我们的ADIZ 我们的飞机上去半飞 那比较重要的是 你跟它之间的距离 如果你靠得太近 你的目的是我靠近你 你最好闪远一点 那我就达到驱离的目的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靠得太近 让对方觉得他不舒服 就像我们在职场里面性骚扰 不是说我说没有就没有 而是我觉得你对我有就是有 所以当他觉得不舒服之后 他就要做出反应 那么以现在解放军的心态 他当然不会说掉头就走 他会怎么样 他会派他的战机来半飞 所以你跟他 据我和我一个飞官同学询问 他研判 最近我们的F-16战机 半飞的距离大概300尺到500尺 也就是100公尺到150公尺左右的距离 那其实以一个高速飞机来讲 这是相当危险的 已经违反了我们战备规定了 那么你靠得这么近 让别人觉得你对他造成威胁以后 他怎么办 他就只有派他的战机过来 他的战机来跟你比性能 比技术 你要编队是不是 我跟你编 你知道正常的飞机编队是多少尺吗 三到五尺 东宁就是我们讲这样的距离 你这样编吧 对不对 那我掌机跟辽机飞的时候 辽机到掌机的意图 所以不太会出状况 可是两个敌对的军种 在飞行的边这么近的时候 你说会不会擦枪走火 所以我们的军人 受到国防部的命令 那么要上去 对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做一定程度的厘清 希望他不要靠我们太近 这是我们应该的做法 未来恐怕也只有持续这样做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